我得把头发留成 太短了 太冷 受不了了 还是以前好看的 这个采访没有准备 我改头发去 你平时会看你歌曲下面这些我儿的评论吗 我儿会 有什么特别的评论让你意见很深刻的吗 就很懂我的内容 他能把我写这首歌的时候 那种感觉带到他们自己的身上 然后把他们的故事说出来 我就觉得那种听了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 你的歌拿手最适合表白 Premise 歌词上的话 我觉得还Premise更适合一些 比较甜蜜一点 当你戴上这个戒指的这一场呢 我这么去发誓 一定会这辈子都对你负责 看剧一直被正过虚度 笑一听好不好 又会想到他的哭泣 想知道荒唐演戏的时候是怎么酝酿情绪 这个就是你得根据你在演的那一刻 你得去真听真看真感受了之后 反馈到你当时自己在戏里内心的那一瞬间的 累点就会让我自己哭出 感觉喜怒哀乐这四种情绪里面 你觉得哪个你自己权制最困难一点 其实乐是比较难的 你看其实郑伯旭是那样 我平常生活中玩那样的话 我可能就累死了 一般人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百分之六十 只剩是八十 都是无时无刻在感叹 或者在比较繁忙很累 但是你要演一个喜剧的话 你每一场每一场戏 你对我拍出来 你让大家想笑 其实真的挺难的 放下来一个爆胆的小精灵 黄子涛的MV 给了我一种系列的感觉 把每个MV按时间顺序听所表达的意思 联系他自身的经历 就像是一种另类的自传 那涛涛最喜欢哪个自己 我其实最喜欢还是 The Road那张传记里头的那个MV 因为那首歌 完全全是在我写我当时最累的时候 我描述出来的一首歌 所以那首MV是我觉得最感人的 最好听的 现在的心境 跟前几年比有什么变化吗 就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想到的 就是想让时间过得快一点 赶紧到现在了 现在的你跟以前 设想做的自己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 我其实挺神的 我其实挺神的 我的每一个梦想 跟我心里所想的东西 我都能实现 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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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出的也挺多 酷 好不好这么深情的一首歌 这首歌竟然是幻想人鬼情味 要写出来的哈 好想听腾涛分享创作故事 就这首歌其实写的时候呢 就边写的过程当中 就边幻想 但是我们一会儿去海边 吹着海风 吹着海风 就像电视剧一样 我回头看他一眼 他其实在 但我想搂他的手 突然他又没有 完了完了完了 哈哈哈哈 黄紫涛的歌词太好了 因为我对你来说是最美好的出现 因为我的爱可以化解一切 想知道他做死灵的 很多事呢 就是说出来大家也不信 就是因为我的出现 让对另一边更美好 这是一件很厉害的事 如果当一个人 能给另一个人带来 这样的能量的时候 我觉得写进歌里 难道不是很正常 这不是自恋 也不是幻想 是因为我真的做到了 所以我把它写在歌词里面 因为我的爱可以化解一切 本来就是 你懂我说意思吗 那我确实化解过别人 然后我也真的 我也是真的 因为我的出现 给别人带来了美好 所以当然在那个人的面前 我就是他最美好的出现 网友们会觉得说 你这个歌词 如果让一般人写 就会说遇见你 对我来说怎么样 但是你是反过来的 因为确实那人 没给我带来什么美好 确实是我给别人带来了美好 别人没给我 那你让我怎么写 那如果真是人给我带来的美好 我说谢谢你给我带来的美好 悲伤到变形 黄紫涛直接在歌里化身成奔驰的抱 我也叫黑点 我自己写的歌 黄紫涛这首歌完全写入了我的爱情观 喜欢一个人 就会拼命全力去为他付出 有点多吧 这种类型的 可以给个提示 MV主要情节是讲了一个 就属于一个女孩的这样的一个 Bagger 最后这个留给你的粉丝来猜 那年夏天我们都年轻 你拖也不挥着就走了 我也没有玩 得又知道听到这首歌 我才发现你一直住在我心底 对了 吃了 天呐成就太了解了 恭喜通过考验 好来 进入我们这个宣传的时间 现在还有在写新歌 写 现在写了两首 是一个特别好听的 我觉得是我这半年 因为我以前产量挺高 现在是半年写两首歌 所以 两首歌我期待还是挺大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 我得把头发留长 太短了 受不了 还是以前好看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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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